字幕提供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大家好 這個禮拜的無紀述 要向大家文章的小意思 叫這叫夠 不如自己走 叫這叫夠 不如自己走 因為這一行到 都聽不出來 因為他們愛咬 所以怎麼咬 都叫不贏 也咬不贏 若是要把他們咬到某條做事 我看 還是自己就比較實在了 那你我知道 叫這叫夠 不如自己走 就是說求人不如求人 可自己走出來 那些人來 如果要求別人走三天 不如跟他來做訪問 別人不一定會走三天 所以可在你秀 來 但是這句有的 經常用於我們的傳統社會 有的父母 如果叫你們去做什麼訪問 叫整個寶 叫不贏 或是看小孩做得不敢 就會像她說 叫舌叫夠 不如自己走 你如果跟他講 人不是選出來 就答案了 做一些人的 就要靠耐心各國 四世 如果不敢 就要靠耐心 所以 這句秀藝 就是會工作 跟你 跟到 有的感受 聽到 是有可能的 文化戲 會說 跟他們的 茶毛水水白 這種的朋友 要選名聲 來選擇而已 我得讓 氣泡一段 才說 你的名字 是不是來做什麼 可以 以前 一些家裡的工作 我本身就是要叫小孩到處 小孩 小孩如果做得不太好 不要變 搞得 後面就會進步 應該先把他學歸歸歸歸歸 想不到你可以做得這麼好 小孩吃得好 後面 他一定會比較認真做得好 小孩 一邊還有一邊 後面 後面 他就十下 一邊 都可以做到很久 十下 十下 不要說 其中 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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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啦 叫低叫高不如改得到 這句俗語說叫低叫高 本身就很無尊重自己的姿勢 保障還是選手 怎麼可以把他們動作低、高 來在叫、來在教 人們無論多少 低位、無分關鍵 都沒有最尊重 關鍵才會緩緩 事情做了才會準時 別說每次都自己做 會認識自己 最重要是時代的改變 你若無尊重對方 一定是贏得通的 感謝大家 為甚麼 你在教脈 准許 你不會感受到 洗手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